大家好,我是郭Sir 今天這段影片,無論你是小四、小五還是小六 都必定要從這個時刻開始看看到最後 因為你無論是小四、勝小五還是小六 對於這段影片來說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開始之前,記得訂閱郭Si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當郭Sir有新的影片就馬上通知你了 今天這段影片的主題就是吃粥吃飯看情義 但為何第二次懲婚試又關小五、又關小四 我想說的一件事是 在自行選校階段,或者你選擇直資中學 其實最多最多只能看到第二次懲婚試的成績 而有了這個成績之後 其實你的全港排名已經出來了 即是當你交表的時候 已經將這個排名 是會直接給了你所選的中學去考慮你的 但不是的,你會說 有些學校其實收了小四的成績表 究竟為什麼呢? 其實除了看這個排名之外 有些學校也想收了小四的成績表 作為一個參照 即是說,究竟這個同學 一至四年班是否真的沒有怎樣做過事情 成績平平 然後去到五、六年班突然爆發呢? 還是是從小到大都很平穩地 一直升上去 還是是一至六年班都是這麼厲害的 做得這麼好的 這些不同的狀況,不同的同學 不同的學校就會有不同的選擇 有些人都在說特異功能、課外活動那些 是不是都很重要呢? 留意了 之前都說過了 特異功能、課外活動這些有好過沒有 除非你是非常突出 因為講到明了 特異功能 即是落到街上 一個招牌下來摘死幾個 那些就不叫特異功能了 還有留意了 這些所謂的課外活動、特異功能 其實很多學校都是從利益的角度去考慮 你在學界有這些賽事 或者在香港裡面 這些賽事是很多人去報導 很廣泛去宣傳 這樣就會優先考慮 如果你所屬的項目 不是一個在大眾所謂認受很熱門的項目 說真的一句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會考慮你 或者收了你回來 對於我們有什麼幫助呢? 如果成績你不夠了 你這個能力、這種特異功能、課外活動 是否可以幫助學校提升他的名氣 幫助他做宣傳呢? 如果不是,那就算了 所以回到最後 成績也是一個最重要的一環 如果不是,為何我們要考懲分試呢? 為何吃足吃飯又看懲義呢? 第二次懲分試,你想想 其實是教了九月的書 十月的書 然後馬上就考試了 所說的考核範圍是最少 你可以捕捉到的東西是最多 因為五年班升六年班的這個暑假 我們當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你可以做準備 然後這兩個月就做衝刺 其實第二次懲分試 是可以做得好很多的 所以大家大家謹記了 第二次懲分試 一定要給點心思做好它 然後在自行選項階段或者簡直知道 你的選擇或者你的競爭力都會大很多 知道嗎? 好,今天郭Sir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郭Sir 還有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一有新的影片和一有新的聲鐘資訊 也會通知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